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3年指考第五题 那我们先听一下Betta老师的英文发音 好,那这题的话我们看到他说 In Taiwan,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prohibited on domestic flights OK,那前面这一句话他说什么 他说,在国内的班机上 你如果使用这些电子仪器 或者说电子用品 比如说你的iPhone、iPad 那这些是怎样 被禁止的 OK,那后面这边马上讲原因 because当然是我们的什么 逻辑线索 那我禁止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at,那这边要填一个动词 with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ilots and the control tower 对,那这个什么 这边我的动词它造成的原因是怎样 他说communication between pilots and the control tower 那这个pilot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的机师就是说在开飞机的这些人 OK,那the control tower就是控制塔台 就是机场里面控制塔台 那控制塔台和这个机长 他们当然是怎样 会互相沟通 比如说控制塔台跟机长讲说 哦,那你现在可以降落这个飞机 或者说你可以起飞 那你要在哪一道起飞 那这个之间的沟通 那他们当然是无线电沟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如果用这些electronic device 就是这些电子仪器用品的话 可能会怎样影响到 这个机长和塔台的沟通 那这个如果影响到的话 那这是非常严重的违安问题 那所以这当然是怎样 被禁止的原因 OK,好,那所以这一边的动词 我是不是就是要怎样 就要填一个类似影响或说干涉 OK,那你特别注意到这里有这betwe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所以那between的话 就是代表是两者 两边之间 OK,那所以我选了这个干涉的动词 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什么 就是好像介入什么两个中间的 OK,那这一题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interfere 这个意思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就是干涉或是说介入 那我刚才特别强调 这个between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看,如果你这个字 这四个字你都不知道 OK,那你就是要去猜一个字 那我当然是猜c 为什么 因为这个c 这个inter inter这个字首就是between的意思 对,那fere有carry的意思 所以carry in between 那意思就是说 啊,这些electronic devices 它们的signal怎样 介入了这两个之间 OK,那所以这是一种就是说 啊,如果你这四个字你都不知道 或者说你时间剩下非常的少的时候 你要猜 那你当然是要猜一个什么 跟自首有相关的 就是这个interfere OK,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